我们觉得穿上甲需要被保育 因为在早期皮革产业发展时 穿上甲到大量捕杀 现今仍被大量捕捉 穿上甲数量不断减少 我们的点子有海报宣传单绘本还有桌游 然后绘本我们不做的原因是因为绘本的构造太复杂 每样拔在时间内完成 然后我们做桌游的原因是因为 先让海报让他们认识一些商人家的学习 然后再用桌游来考试他们 然后桌游也可以分享比较多的知识 更多的知识 要分享给大厦 我们决定用桌游来宣传保护穿衫奸 这个是蚂蚁卡 这是蚯蚓卡 是用来喂食穿衫奸的 或是题目卡和答案卡 答对题目即可获得蚂蚓卡和蚯蚓卡 又是功能牌 等于命运卡 上面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功能 这是蚯蚓卡 这是蚯蚓卡 要用蚯蚓卡来喂食物 这是蚯蚓卡 这是蚯蚓卡 要用蚯蚓卡来获得 这是蚯蚓卡 蚯蚓卡 骰到的蚯蚓卡 上面的顺势 它就可以做了 是不是 游戏的规则 一开始 represented 一开始的 设论圈自行决定 然后骰到的输 骰到的骰到杂居 骰到杂居 骰到杂居就走緊步 然后踩到的地方就拿对应的卡牌 有一位玩家拿到八张卡牌游戏就结束 赢家是看卡牌上的分数最高的是游戏 我们要跟GTR的中年级和四年酒班的同学老师分享 因为四年酒班是我们的班 在里面大只考虑了 有个等一下 颜色,对面看起来 在那里面暂时,这几个百度 最后大家看起来 这两个人我先看到 还在王有两天 没有雨亡 有天气 崩岩 Lobo